好像奧運賽事正在進行當中 大家都很振奮 因為林玉婷現在闖進了金牌站 不過其實在台灣的部分的玩賽的選手 他們是在剛才6點55分的時候 他們大成的班機 已經抵達了桃園機場的二航向 那飛機在剛才結果滑行之後 現在要進入了閘口 那他們即將要出來本體駁門了 那其實這一次這個奧運 這一次回來的選手包括亞洲貓王 這個唐湘紅還有這個蜻蜓的肌流選手 包括這個張竹涵等人 都已經抵達了桃園機場 那他們待會預計會到接機大廳 那大廳這邊也有很多的民眾 正在等待他們 很多的是包括體大的老師 號召學生來到機場這邊來準備接機 包括很多的小朋友 他們都在這裡就是要迎接奧運英雄的歸來 因為這次這個體操國手唐湘紅 他在單槓項目中是奪得了家機 雖然他在去年2月的時候 阿基里事件是斷裂了 但是他沒有放棄 積極的農業復健還有訓練 最終在這一次的奧運 單槓項目中奪得了銅牌 雖然距離原先的目拉還是差一點點 但是其實這一次的成績 是相當值得國人為他喝彩的 那包括這次隨同他到巴黎奧運去參賽的 就是他的妻子 其實在這一次的新聞當中 很多人都相當的關注他的妻子 外形相當的亮麗了 瞬間爆紅了 那這次他也隨著這個 所以唐佳宏回到台灣來 預計待會會出現在街機大廳 那我們會關注到這一次 其實唐佳宏讓大家非常印象深刻的是 他的這個單體的這個質料 他是被稱為是亞洲貓王 是讓大家相當的這個讚許 那這次他進到畫面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這個 輕艇的好手吳少睿 他是已經進來到這個機場這裡了 那還有很多包括奧會 還有體育署的相當演員也都陪同在旁邊 那現在畫面中我們看到的是 包括唐佳宏還有他的妻子 應該是已經進入到了這個 C6的閘口這邊 那我們待會預計會到機場大廳 來接受大家的訪問 那還有看到的是 包括教育部的次長張廖萬堅 他也陪同在旁邊 等等預計大家會一起出來 那現在在大廳這裡 已經是相當的熱鬧了 那很多的粉絲 他們是揮著國旗 就是要迎接這個奧運英雄的歸來 那現在呢 這個選手們他們是拖著行李 準備要移動到大廳 那目前還在管制區裡面 等所有的這個選手 大家一起集結之後 再一起移動 因為這次回國的 這個第三波奧運英雄 除了奧運的這個體操選手之外 還有包括輕艇 肌流的選手張祖涵 還有吳少睿 所以大家也都一起回來了 他們是這次奧運當中 第三個回到 第三批回到台灣的奧運英雄 那現在他們也在 入境的管制區這裡 來進行合影 並且拿了布條 像是昨天呢 其實這個林陽佩回到台灣之後 他們就在管制區這邊 是進行的合影 然後隨即就上傳了社群 讓大家都是相當的關注 馬上就按讚了 那在Straight上面等社群平台 大家都很快的轉發 那今天呢 包括這個很多的選手 都回到這裡 就是貓王唐嘉鴻為首的 他這次在奧運奪下了銅牌 也讓大家非常的期待 我看等等他回到台灣之後 會發表怎麼樣的感言 那目前可以看到 現在部的次長張祖涵案件 是在對選手們發表一些感謝的話 現在他們也即將要來進行合影等等 他們會移動到大廳來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次的這個奧運成績 是相當的不錯 雖然唐嘉鴻這一次在奧運 沒有如期奪下金牌 但是他的表現非常好 因為他其實在去年2月 他上到了阿基里事件之後 其實他是經歷了 相當長的一段低潮 馬上在今年的8月就串起 拿下了銅牌 即便他在這個決賽的時候 他是有發現掉槓的情形 不過他還是起身 把動作給完成 是讓大家相當的振奮 最終他的總分是來到了13分以上 13.933分 其實也是讓大家相當的振奮 就是很意外 其實這次他經歷了這麼大的傷勢 是很快的 從谷底就直接爬了上來 所以這次他回到台灣之後 很多人都是到機場來迎接 那飛機大概在6點55分的時候 然後抵達了桃園的機場 那現在在二航下 他們還是在進行一個合影的動作 那等等 就會在大火的陪同之下 到機場大廳來 那其實除了這個唐嘉鴻之外 還有包括清廷的好手 包括吳紹瑞等人 還有張竹涵 一男一女 他們是參加了這個機流的越野賽 其實在這次的這個比賽當中 他們雖然是在32強的預賽就是止步 但是其實他們差一點點就能夠晉級16強 也是讓大家相當的惋惜 不過沒有關係 下次再來 大家都還是有機會的 那可以看到他們現在都舉起了這個手板 包括你們是台灣的驕傲 大家都以你們為傲 包括唐嘉鴻 是讓大家最關注的一個奧運英雄 那這次他回到台灣 想必大家接下來一定會好好的來歡迎他 那包括他們搭乘的長榮BR88的班級組員 也都上前來跟大家 跟他們來進行合影 大家都相當的驕傲 那等等 他們這個拍完照之後 應該就會到大廳來 那現在包括大批的媒體 還有支持者粉絲們 都到機場大廳來陪同 那希望等等 好好的迎接他們 其實在一早其實就已經有民眾在這裡徘徊 想說那等等是哪一個台灣英雄 去瞎這個機場大廳這裡 到處的這個看板 上面都是寫的台灣英雄總要同行 所以縱使他們是可能有些是從 像是我們剛才有問到 是從美國回來的人 那他們也是在大廳這邊來等待 因為是希望說 可以一睹奧運英雄的風采 那當然現在很多的人 都紛紛的上前要跟他們合照 所以時間是稍稍微被耽誤到了 那我們會持續的 在現場為你們掌握 因為現在這個奧運的銅牌英雄 在單槓項目當中 奪得這個銅牌的唐嘉鴻 現在是已經回到了台灣 那我們等等會在桃園的機場的 街機大廳這裡 持續為你們掌握最新的銅牌 TVBS大運動家 運動迷一起競技的電台 馬上下載跟中華隊一起All Win 運動